二零一八年發生的普悠瑪翻車意外 奪走了十八條的人命 歷經兩年的時間 意外報告終於出爐了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公布 總共發現了五十項的問題 包括了列車當時超速 時速高達一百四十公里 司機又切斷了防護系統 ATP 因此手忙腳亂 才釀成了悲劇 報告反映出 臺鐵的管理與維修的問題 預安會也會將針對臺鐵局 還有交通部 鐵道局 還有日本的列車供應商 提出二十七項的改善建議 台鐵普悠瑪號 二零一八年在蘇澳新馬站前 翻覆帶走十八條人命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公布意外最終報告 調查發現刺激員的操作 調度員及檢察員的協助 是直接噪音 會釀 或是因為臺鐵局 沒能提供他們完整手冊 及程序來依循 訓練 考核 檢定都不足 導致第一線的 執行人員對系統及操作 不熟悉 而臺鐵局又以營運為由 刪減列車零件更換項目 延遲維修 導致列車阻風泵 發生強制停機 及性能不佳 還持續營運 我們的司機員 接到很多的通聯 所以司機員一方面要看 他的儀表板 一方面要看 聽外面的指示 事故發生前 司機員已經手忙腳亂 加上關閉的ATP 最終導致意外發生 運安會總共發現50項問題 也對臺鐵局 交通部及鐵道局 還有日本列車供應商提出27項改善建議 在意外中 一家八口罹難的董家大女兒 雖然接受最終調查報告結果 但認為還可以更完整 而後續 運安會也將依法追蹤 並且要求台鐵 在90天內提出回復意見 華視新聞張正傑 張正惠 蒲馨宇 台北宜蘭綜合報導